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聚集居 我是阿Dat 我是Hebe 大家都知道 月亮對於我們的 代表我的心 對於我們能量的影響 是會有很大的 不可以說干擾 是感染 作用 因為在物理上來說 月亮的周期 會影響地球的潮池 跟引力有關 其實月亮對於我們 人的情緒的能量 甚至是造成一些事的能量 許願的能量 是否都有不同的作用 當然 不同的月亮的形態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一般來說 最熟悉的狀態 就是月泉式 和滿月 甚至是一個彎月 眾所周知 月亮有這樣的形態 不同的形態 就會代表不同的東西 首先我們最簡單 我們說新月 因為新月是一彎 剛剛開始 如果代表我們的能量 我們可以最好 許願 因為每周期的開始 我們努力去做 我好像騎馬仔 蛤? 是不是騎馬仔 這麼有趣 為什麼? 不知啊 我只是想騎馬 我們努力去做 我們有我們的目標 我們可以在新月的時間許願 然後我們計劃整件事的目標 將這個目標分岔 可能第一個週期 第二個週期 第三個週期 這樣這個新月就是組織整件事最好的時間 第二個階段就是上元月 大家都知道上元月是一個中間持續發展的階段 所以我們新月許願之後 最好就會在上元月的時刻做一個調整 譬如我這個星期這個計劃 這個目標實現的情況是怎樣 我有什麼需要加強地方 我有什麼需要調整改進的地方 就可以在上元月的時刻做調整 那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就是滿月 滿月就是原本的意思 就是我們將我們的目標 可能我們的目標已經很清晰地看得出來 那我們就是更加可以付諸我們去行動的狀態 我們的目標清晰地知道我們的方向 整個月亮露出來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真的實實質質 有很多的盲點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 更加清晰我們的方向 然後就是下元月 下元月就是我們進一步的調整 再部署去迎接我們的成果的這個階段 所以在聚責區 我們都會有新月和滿月的聘取班 那我講一講新月我們會做些什麼 新月因為在占星學來講 新月的時候就是月亮會進入一個星座的時間 那月亮進入不同的星座 其實我們許願 對於每一個太陽星座 或者上升星座的人來講 許願的重點都是不同的 就是譬如月亮 它是我的第一功 那我許的願 最好是和我自身發展 性格的建立 或者是尋找自我有關係 那如果月亮呢 這個新月在我第二功呢 那就是財伯功 最好是許的和賺錢 和展現自己價值相關的願望 所以我們聚責區的新月領上許願班 就是會根據大家不同的星座 去給大家一些實際的建議 這個新月你最好是許的 和什麼相關的願望呢 就可以以事半功倍了 那我們還會有一些三巴 和一些水晶許願的儀式 給大家去令到這個願望更加快速的達成 而滿月的呢 我們會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會去淨化自己 去調整自己的能量 因為我們從新月到上月月 接著到滿月 這個階段呢 可能我們會有辛苦 或者可能有些阻滯 但是我們這個阻滯的話 我們再迎面努力去面對的話 就會和我們的目標會拉近一點點 所以滿月這個時間呢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就可以排斥我們的負能量 那麼我滿月我會做些什麼呢 我會用天羽和縱末 去幫助大家去排斥 在你體內的一些負能量出去 令到你的狀態更加好 下半月就表現得更加好 就不會受理可能一個疲累 就帶了一個疲累 或者是叫千瘡百孔的身軀 帶來下一個階段 是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參加我們聚集 據新月和滿月的興趣班 都可以和我們WhatsApp報名 嗯 在你的角度 月亮為什麼會對我們的情緒 或者能量有這麼大的影響 那麼月亮 我們晚上會受了影響 能量弱了 還有晚上一般來說 我們是休息的階段 不會和別人去交流 就是休息 就會變得慢慢孤動 因為睡覺不會一起 約一班人一起出來睡覺 我約你今晚一起睡覺 那是OK的 但是不會約一班人 還有我會把我日頭做事的狀態 和假面具拿開 假面具拿開 卸妝 蛇妝 我問你是誰來的 這樣 即是你放開了你的束縛 就會放鬆了 但是 在你很安靜的情況下 就會覺得我想放空 我不想理任何的 會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好像放下了一個防備 放下了那些武裝 和規格之後 就會有一個很柔軟的內心出來 所以很多人不開心 都會在夜蘭人靜的時候 為什麼經常會有人借酒消愁呢 就是因為他可以逃避一個人靜下來 這個階段 但是不建議大家 我們面對自己的內心 便可以面對到我們所有的事 不應該借酒消愁的 是 即是酒應該開心 對 在占星學來說 月亮也是代表我們的內在情緒 以及我們的潛意識 所以 月亮的陰晴圓缺 在占星來說 不同的月上 都是對於我們在地球上的人來說 都會有很大的能量影響 對月亮在你不同的宫位 好像我剛才所說 月亮在你不同的宫位 和月亮跟我們的其他星 有不同的上位的時候 都會令到我們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這上面的行星 動得最快的就是月亮 所以它繞地球一圈 就是28天、29天一個週期 就算是動得最快的了 所以月亮的變化也很明顯 我們也最容易去抓得住 這個陰晴圓缺的變化 去令到它成為 我們生命中能量的助力 就像其他的星 例如太陽 太陽因為地球自轉一圈 太陽所以東升西落 每天都是一個週期 又好像太快 其他的星 一不就太長 一不就太短 所以也不太容易去抓 因為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為什麼會連結 或者去觀察月亮比較多呢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 每個月都有 可能是新月 或者初一十五 你可以理解一下 是的 完全是很容易見到 你說去多看遠一點 可能看火星 或者是金星 或者是水星 你是一個很遙遠的距離 你看不到要用一些很專業的儀器 才可以看到的話 其實距離很遠 我們的連結 或者我們觀察的力量 就會弱了少少 所以我們最容易接觸 就是要是太陽 要是月亮 是的 所以太陽 對我們的能量 都很有影響 當我們有負能量的時候 或者覺得自己很沉的時候 去曬太陽 都會覺得 清了負能量 會可能出口汗 然後透過太陽的熱力 去燃燒我們的卡路里 燃燒我們的卡路里 然後有脂肪 由我們的汗水 去排出我們的身體 其實都有一個放鬆的作用 但是你平常都會建議 有些卡路人的朋友 卡路人 對 去曬太陽 是 這個是不是都是一個 所謂的 正化的一個作用 首先我們卡到什麼都無所謂 卡到什麼 卡到石仔都好 其實如果你的能量強大 強過任何負能量的話 你就不會受負能量影響 因為我們人生當中 每個人都會接觸到負能量 我們的正能量 強過負能量 就不會受影響 但是當負能量高過你 你的正能量 你就會被負能量感染了 所以我們如果自己 調節不到的話 可以靠外在的能量 去幫助我們自己 例如太陽 或者去一些正面的朋友 或者是一個氣氛 去感染自己 令自己有活力才能 那麼最大的問題 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在你自己擁有很多 負能量的情況下 你願意跟別人溝通 或者躲在自己 這就是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夜難人靜的話 如果你真的解決不了 你就可以去日後曬太陽 晚上的時候就是去… 借酒消售 不是借酒消售 就是去多人多的地方 去一些慶祝 去公祝別人 可能新婚快樂 或者三年補兩 一些喜慶的活動 去充氣都會有幫助 就是混激去別人分離 因為洩報紙 是嗎 不懂的 男家女家 我… 我是前男友 好的 我們聚責居 剛才說了 我們會有新月和滿月的慶祝班 我們每個月農曆的初日和十五 就會舉行新月和滿月的冥想共修班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跟我們報名了 想排斥富良良也好 想設定你下一個目標也好 會得到一點點指引和建議 那就事不宜遲過來我們這裡報名 一起參加 位置有限 人數有限 事數才行 好 拜拜 好 拜拜 我願意大家保持正確的方向 修煉系出出來的話 你都會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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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